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跟文文一起學習波蘭文 簡單的波蘭文 上次跟大家一起學習早安 再幫大家很快的複習一下 G呢是一天 也就是day的意思 doblet是美好的 所以就是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doblet 白天的時候都可以說doblet 你進商店的時候店員有習慣 就會跟你打招呼說doblet 那你也可以回應doblet 或者你也可以說doblet 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進一步學習 謝謝你 謝謝你就是doblet doblet 經枯眼 好, 我們就來分解一下 dzi呢 跟英文的發音很像就是念j j 這個不會變的 這個是一個組合 都是念j 今天多了一個e 多了一個尾巴的這個字母 它呢, 念呢, 也是跟a 英文的ae念a 可是它的尾巴就是代表它有一個尾 有一個鼻音 唸成an an an 所以它就是jian 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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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ku呢 ku呢 ku 就是唸哭跟英文一樣 j呢, 就是yet 那今天又來一個an an an 就是前面這個an ku yang jian jian ku yang 好, 那波蘭文呢 他們重音習慣在倒數第二個音節 所以你不能唸成jian ku yang 這樣子很奇怪 我們都聽到的都是jian ku yang jian ku yang 好, 那我現在要放波蘭人的發音 給大家學習哦 how to say thank you now to say thank you formally you say jian ku y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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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if we break it down there's two accents on the E's jian ku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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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jian ku yang 就是謝謝你 那下次我再教大家說 非常謝謝你哦 就是jian ku yang 他們非常會放在後面 跟thank you very much 方式很像 所以我們今天就學到這裡囉 jian ku yang jian ku yang 拜拜 下次有機會再見喔